首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因為我禮拜六就來了 已經玩第三天了 今天玩完 然後睡一晚明天還要去開北 那您可以從右手邊連結這邊 可以到我的那個部落格點進去 或者是您直接找 用這個關鍵字也可以找到我 你用這個關鍵字也可以找到我 你看我有買關鍵字廣告 哈哈哈哈 老師要行銷一下應該的啦 所以你點這邊我要付錢 點這邊我是不用付錢 好你往下走你看 我昨天晚上我想說 這個應該也是老師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昨天晚上在民宿的時候 我就順便發布一下 寫一下因為這個待會我們會提到 好所以您在這邊會看到一些 就是我寫的一些文章 那麼在上面這裡 OneNote的學習區裡面呢 您可以看到我這邊會有就是 呃就是我在OneNote裡面公開的課程 好公開的課程跟群組 好待會其實您從這邊直接搜尋會比較快一點 您就直接從發現也好 好這邊您直接找我的名字 你就會找到很多 好在這邊齁 那一般來講就是我只要是公開延期的部分 我資料就會放這樣 而且不只是放這樣齁 就是呃您會看到我上面這邊 還有一個YouTube教學頻道 所以為什麼我都會這樣錄影 因為我錄完影之後 我不會是一個演習一個影片檔案 我相信大家不會想要回家邊看邊找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像這個是 這幾個是上次呃上這個月在逢甲大學的公民營 那麼比如說你點這邊進來 我點這個比較多的 好點這個進來 您可以看到我們會像這樣子 就是每一個每一段影片會有主題把它介紹好 那麼右手邊呢您可以看到這個長度 有沒有發現大部分都是在5到15分鐘之內 對不對 對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不只是大專業校 國中小也有一些老師在就是錄影 我們講的摩克斯 摩克斯是MOS 就是希望說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就是不要太長把它分段 這樣的話其實大家如果說 不管是有上課沒上課 是不是要複習就比較容易 不然邊看邊找真的還是有點累 還是有點累齁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如果您有興趣了解一下我去到哪裡 您就到這個延期地圖看一看 你就知道我走過哪些地方 OK 好 那這個先簡單跟大家介紹完之後 那麼麻煩您再看一下您的檔案下載好了沒有